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 我突然发现我小时候收到这样一份圣诞礼物 一份圣诞树的装饰 还有一张新年贺卡 还有一个圣诞贺卡 这些礼物是我庸庸哥哥小时候送给我的 那个时候我非常小 我也没有任何的印象 因为我跟我爸是生活在北京 圣诞哥哥和我叔叔他们一家是生活在上海 所以我们每年基本上只有放假 寒假或者暑假才会在一起 我们两个也是姓吴的这边 就是唯一的两个孩子 嗯 长长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 甚至是 而且我最为遗憾的就是 当年我不知道他是何时去世的 直到我 我看见 这样的一份贺卡 贺卡上写着 南南祝你新年快乐 嗯 雍雍 他的时间是 九三年的元旦 九三年 我在上小学 嗯 八九年差不多四五年级的样子 嗯 当年我 当年我收到这些 礼物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在那个年代 我们还有着 每年过年 不管是同学之间和亲人之间 互相赠送 嗯 新年贺卡明星片礼物的习惯 所以呢 但是我当年并没有一棵圣诞树 这个 圣诞装饰 一直没有用过 这个圣诞装饰里边有十二个 挂件 每一个都非常的可爱 熊 圣诞的糖果 嗯 迷路 天使 袜子 雪人 星星 小房子 小房子 这些东西一晃 三十年过去了 我今天决定 把三十年前的圣诞礼物 挂到一棵树上 一棵从 天上 寄给我的 圣诞树 小时候因为 家里人也都非常的 怎么说为我着想吧 在英俑哥哥去世的时候 我甚至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因为那时候非常 人 本身人非常小 然后 然后 我至 我至今都非常后悔的就是 我是哪年的暑假回到上海 还是寒假 回去以后我就突然发现 英俑哥哥不在啊 回到上海没有人陪我玩了 我才 意识到我失去了 我的堂哥 就是 而且至今 因为我父亲也去世的很早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但是现在其实叔叔还是在的 但是我知道叔叔和婶婶 都 为 英俑哥哥去世 伤透了心 所以我至今 根本就无法面对他 面对他们去说出 问他们 英俑当年是 什么时候去世的 现在 埋在哪里 我当然我知道 可能是在南京附近 因为 嗯 沈神他们的 老家那边墓地都是放在南京那边的 啊 但是我一直无法面对他们去问出这个问题 嗯 三十年 一晃就过去了 我 非常想他 嗯 话不多说 我准备把这个 这些 挂件 挂在圣诞树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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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忘掉头下那礼物给我 映仙那灯色 只有今晚最光最亮 却照亮我的寂寞 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 有信上来厌正我幸福过 头上那飘雪想要凄死 我见薄薄 到最后也别去望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朗中想真心告白 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色必须擦下 换道欢呼声不过一生 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 有信上来厌正我幸福过 头上那飘雪想要凄死 我见薄薄了 我见薄薄 我见薄薄 到最后也别去望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日朗终想真心告白 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色必须拆下 换到欢呼声不过一煞 明晨遇到也记不到 和谁在醉酒中偷偷拥抱 仍然在傻笑 但你哪知道我伤好 和谁撞到也怕生捕 宁愿在醉酒中辛苦呕吐 仍然在头痛 合唱的诗歌听不到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日朗终想真心告白 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色必须拆下 换到欢呼声不过一煞 换到欢呼声不过一煞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